- 稍等一下 - 稍等一下 - 稍等一下 - 再往前 - 再往前 - 再往前 - 等一下 那個看不到畫面 - 過來過來 - 等一下 不要急 不要急 - 不要急 不要急 - OK - 這邊蹲一下好不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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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牌子 - 好 好 - 各位記者朋友 - 謝謝你們專程過來一趟 - 大家辛苦了 - 我的父親李敖 - 在今天早上 - 十點五十九分 - 安詳地離開了 - 我和我母親 - 都在旁邊陪伴著他 - 關於我父親的病情 - 我稍後請王鼠軍主任 - 給各位做說明 - 在這裡 - 我首先要感謝榮總 - 全體醫療團隊 - 對我父親細心地照顧 - 還要感謝這段時間 - 所有關心我父親的朋友們 - 所有關心我父親的朋友們 - 關於他之後的安排 - 關於他之後的安排 - 我想一切遵照他的意願 - 還有他的一貫作風 - 不舉行任何活動 - 一切從簡 - 謝謝各位 - 謝謝 - 爸爸在兄前有沒有特別跟你們說什麼交代什麼的 - 爸爸在兄前有沒有特別跟你們說什麼交代什麼的 - 大家分享吧 - 現在心情比較悲痛 - 我有很多事情要處理 - 謝謝 -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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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謝謝記者先生 - 今天擺盲之中來到台北榮總 - 來採訪這個新聞 - 呃 - 呃 - 李先生是在 - 呃 - 呃 - 一百零四年的七月份開始發現 - 呃 - 呃 - 行動不便 - 然後來到本院以後 - 就做了診斷 - 發現他是腦幹腫瘤 - 那那個腦幹腫瘤的情形 - 的變化並不大 - 但是 - 在這幾年來 - 他有一些 - 病發症 - 有幾次 - 進入台北榮總 - 在醫療團隊的照顧下 - 到了今年 - 疾病惡化 那也曾经使用过短暂的标靶治疗 情况还不错 但是后来病情还是二化 在与家属的沟通之下 决定要采取安宁照顾 那也是在今天早上10点59分离开人世 那李先生他一直是一个生命的斗士 他在跟我们的沟通上面 都是以正向的方法来谈他的疾病 还有建议我们的治疗 所以我们在这两年多来的照顾下面 也跟他建立了非常好的关系 那照顾他也非常的顺利 那但是很不幸的 这个病因为是脑肿瘤 他总是恶化了以后 他就是有一些生命齐成 所以到今天早上就离开我们 从他发现到今天早上 这算久的原因是因为这个肿瘤 它是在脑干部分 然后因为它也是生命中枢 所以当初在处理的时候 我们本来就是采取一个比较保守的疗法 所以也不会开刀 那因为脑干是大家知道的生命中枢 所以我们并没有采取一个比较积极的 就是就像开刀这样的治疗 但是后来实际上这个肿瘤 还是有一些变化的时候 我们还是有采取就是标靶治疗 标靶治疗它一开始好像情况还算稳定 到什么时候开始情况比较坏 就是到了大概今年一月多 刚开始的时候还不错 但是到了大概二到三月的时候 就是一月多的时候开始变坏了 那我们就开始就跟家属商量以后 我们就停止了标靶治疗 转为安宁照顾 转为安宁照顾 那自己本人的意识状况怎么样 到了后来的话大家都知道 任何人在临终的时候 他的意识状况都不会清楚 大概什么时候开始 他的意识比较不清楚 也就是最近这一两个月 最近这一两个月开始并不清楚 但是李先生他实际上 他在之前的时候 任何的照顾的时候 如果大家有注意到的话 实际上他人是清楚的时候 他还会跟我们开玩笑 所以他人是一个 真的他是一个真的 我讲的就是热爱生命 然后也非常积极的想要去 解决自己的身体的病痛 他在经过有意识之前 他自己的态度怎么样 还是很正面 还是跟我们开玩笑 可以谈一下他开了什么玩笑 我想今天的时间应该非常适合 他很早就表明 不过插管这些委身的治疗 对 就是 正确的时间 正确的时间我们 对这个事情好像是 比较算是病人的隐私 我们应该没有办法在这里讲 对这个事情 你看看来跟你聊一下 他们说话想跟爸爸讲 或者是爸爸最后 他们跟你招待一些 或留下什么样的 他当然跟我谈了很多吧 从他去年五月份 情况很危机那一次 一直到现在 将近一年时间以内 我们有很多的交流 然后他还跟我分享了很多东西 这个我想 以后再慢慢跟各位分享 因为我现在确实 心情很沉痛 然后我想好好休息一下 陪着我母亲 过一段时间 我肯定一定会 跟大家报告 谢谢 你怎么看爸爸到最后 不愿意做插管治疗 这些是什么样的一个心情 什么样的一个方式 怎么解释了 我想他一直都是很坚强和乐观的人吧 他也不怕任何的痛苦 所以他我想他从来没有干涉医生 做任何的治疗 他没有提出任何的反对意见 他全权相信医生的判断 所以我也很感谢 有我们这么好的医生 还有医疗团队 让我父亲一次又一次的渡过难关 一直到今天 总共一年的时候 其实不断有媒体在报道说 你大师现在 你当时的状况 已经没办法讲话 或者其他的状况之类的 那真的有这么 情况真的有这么糟吗 他 关于他的这种传闻 一直都很多 他情况真正变早 也就是像医生讲的 最近一两个月的事情 就是从今年开始以后 他去年一整年 虽然有几次情况比较不好 但是都是可以清楚地和人沟通 然后意识也是非常清醒的 陆军这一次大概是在几天前开始 状况比较不影响 那最后有没有说了什么话 这个我想也是之后吧 好不好 留在之后跟大家分享 所以那个父亲不办任何活动 是追思会 告别是都没有 一切活动都没有 前面的记者朋友 一切活动都没有 谢谢 退后一点好不好 谢谢 我有最新消息 再跟大家说明一下 小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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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